2020年的春节 注定铭心刻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让期待中的团聚变成了隔离 惶恐 担忧 农历新年第一天 一场高规格护育 既对加强疫情防控 做出全面部署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看到你心里就踏实一些 勇敢一些 其实我看不起你的脸 但我记住了 你主管账的背影 我看不起你的脸 但我知道你有多累 我看不起你的脸 但我知道 为了这场战役 你舍弃了什么 他是张帝 他所在的音乐 是这场抗疫之战 最早打响的地方之一 口罩 遮住了他无法跑得更快的焦虑 张定宇患有间动症 却想用日渐衰弱的生命 从病毒手里 抢回更多病人 要用好这有限的这个时间 来做一些工作 做一些事情 口罩也遮住了他的担忧和愧疚 共同生活28年的妻子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住进相隔十多公里的 另一家医院 张定宇忙得几乎没时间去看他 由他的同行救治 即使戴着口罩 我们也能认住他 17年前 非典思念 对职责的担当 对科学的坚守 让人们记住了 中南山这个名字 这次 84岁的中南山 依然义无反顾 全国帮忙 武汉是能够过关的 武汉本来就是一个 很英雄的城市 有多少我们看不清的面孔 点在的最前面 这也是一场每个人都必须参与的战役 戴口罩的日子 你还好吗 有人承受病痛 有人失去知青 更多人在交集与庆幸的复杂情绪中尽一份力 期盼摘下口罩的日子 早点到来 口罩后的你 是什么样子 当阳光驱散阴霾 当你走上街头 恢复往日的美 或许 我认不出你 但我永远记得你 勇敢的样子 我们也记住了这座城市 勇敢的样子 感谢这些勇敢 勇敢背后 是我们与病毒一次次较量时 尽力的煎熬 积累的经验 和收获的坚强 爱和希望 一定比病毒蔓延得更快 一个社会 也必将在一次次考验中 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中 更加理性成熟 战斗仍在进行 但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预约 二月四日 一春晚 当我们走向新的春天 请不要忘记这些伤痛的日子 我们为什么遭遇它 又是靠什么 战胜了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